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如果某天你在大街上遇到不明飞行物 你会怎么办呢? 是让它传授你绝食武功 还是让它带你回到古代当皇帝? 今天分享一个UFO接触事件 可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想法 1996年,在巴西瓦吉尼亚市 曾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不明飞行物事件 而在这个事件中,更是声称 有不少目击者都见过一种奇怪的生物 凡是接触到它的人或动物 都会重度身亡,且无药可治 那么,这件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96年1月20号凌晨一点左右 奥拉利纳·德夫雷塔斯 与丈夫欧里科正在睡觉 结果奥拉利纳突然听到 家里的奶牛发出了惊叫声 她连忙起身,想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然而当她走出房门的时候 却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奇怪的物体 她像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 全身似乎还散发着滚滚浓烟 奥拉利纳感到有些害怕 于是赶忙进屋叫醒了丈夫 夫妻俩就这么盯着这个奇怪的物体 观察了将近40分钟 也没看出个什么名道 最后,她突然猛地朝一个方向坠落而去 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卡洛斯的苏扎正在沿着高速公路行驶 这时她注意到天上似乎有个奇怪的物体正在坠落 当时卡洛斯以为那是一架飞机 于是立马跟着她坠落的方向寻找过去 结果当卡洛斯到达那里时 她发现军队已经抵达 人们包围着那个燃烧着的残骸 据她所说 她没有看到任何生物遗骸 只发现了满地的奇怪银色碎片 军队的人同时也发现了卡洛斯 过来告知她赶紧离开 并且不能对外谈论所看到的一切 然而到了那天晚些时候 却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消防部门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声称 他们发现一只奇怪的动物 在两个森林的街道中行走 没过多久 据目击者称 消防员进入这边树林开始搜查 在听到两声枪响之后 有人看到士兵们 扛着两个大袋子准备离开 据媒体报道 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历连和瓦吉利亚两姐妹 以及他们的朋友卡地亚 在穿过一条空荡荡的道路 准备回家时 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生物 正蹲在路边 卡地亚当即被吓出一声尖叫 那个生物立马转过身来看着他们 他们害怕地逃跑了 到了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时 当地两名巡逻的警察发现 有一只奇怪的生物倒在地上 其中一名警官立马将它抱起 送往了当地医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居民们报告称 在当地两家医院附近 似乎都进行了很多的军事活动 还有报道称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当地动物园的一部分动物 出现了离奇死亡的现象 据相关人士声称 这些死亡的动物 在实验室接受了检查 专家在他们的肠道中 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有毒物质 到了2月15号 有报道称 当时抱起那个奇怪生物的警察 在当地一家医院去世 据说这名警察死于败血症 而且在此之前 他的身上开始出现大面积浓肿 并伴随着流感一样的症状 但医生们最终都没能发现 导致他死亡的确切原因 后来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 首次发现这种生物的 三名女性表示 在那次事件之后 有五名陌生男性拜访了他们 他们声称 如果他们能对自己 所看到的东西保密 他们将会支付一大笔钱 许多人认为 这些人可能是政府特工 想要以此来掩盖世界的真相 然而后来 巴西军方对这起事件 展开了正式调查 他们得出结论 这些女孩可能看到了 当地一名无家可归的 流浪汗 她浑身泥泞 身体和精神都有残疾 同时她很瘦 头比正常人大很多 并喜欢蹲在街上 当被问及此事时 这三名女性否认了这一点 并坚称自己当时并没有看错 只是军方还否认了 该地区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 人们所看到的 只是按正常时间运行的军用卡车 至于医院里所谓的外星人 他们解释说 人们看到的是一对患有诸如症的夫妇 在那里生产 而在此之前 他们得到了一名士兵的帮助 不过有趣的是 就在最近几年 航空部的一份文件被发现 该文件显示 实际上 早在1971年时 瓦金尼亚地区就发现过UFO 有不少人发现过它 并声称它是银色的椭圆形物体 同时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那么瓦金尼亚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真相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名女性看到那个怪异生物的故事 曾在巴西的一个热门电视节目中播出 而这也导致了其他类似木鸡事件的激增 另外在90年代中期时 在美国西南部 以及整个拉丁美洲 都流传着一种 名为卓伯卡布拉的神秘生物 据说这种生物是一种外星生物 通常被认为是导致生畜死亡的罪魁祸首 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 它的存在 也影响了瓦金尼亚 UFO事件的一些线索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在现实中碰到UFO 一定不要幻想 它会传授你绝世武功 赶紧躲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1978年12月6日 是一个寒冷的周三 当晚26岁的守夜人皮尔 赞福雷塔 正驾车在意大利热内亚市东北方 约20公里的托里利亚地区群博 由于天气寒冷 导致路面结冰 车速非常慢 他已经只能够仔细观察沿途情况 晚上11点半左右 当路过牙医拖雷 里击空置的房屋时 他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房屋周围出现了盈盈绰绰的灯光 赞福雷塔下意识认为 可能是小偷正在偷东西 于是他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和手电筒 悄悄地摸下了车 随着离房屋越来越近 灯光也在逐渐变清晰 而正当他准备跳出来 大声呵斥这些不法分子时 赞福雷塔突然感觉到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自己 他猛然转身 看到的却并不是一个备手电筒光芒照亮的人类 而是一个体型庞大的怪异生物 它的皮肤是褶皱的 部分地方似乎披着一层肩胛 眼睛发出幽肃的黄色光芒 身高至少在三米以上 在后来的采访中 赞福雷塔对这个怪物进行了进一步描述 包括绿色的皮肤 连两侧看起来很尖锐的刺状结构 以及额头上红色的静脉特征等等 此外 赞福雷塔还补充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个怪物的嘴巴上 似乎带着一种特殊的装置 他相信这个装置的作用 是为了让它们能够在地球复养的环境下生存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赞福雷塔惊呆了 他立即转身朝车子跑去 而正当他拉开车门准备上车时 身后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转头望去 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飞行器 正从里级的房子后面缓缓升空 还没来及惊讶 一道猛烈炙热的气浪 便迎面而来 将他掀翻在地上 赞福雷塔挣扎着跑回车里 开始联系他所在的安保公司 位于热内亚附近的运营中心 12月7日0点15分 安保公司无线电操作员托卡利诺 接到了赞福雷塔的求救 据托卡利诺在事后 接受调查人员的调查时所说 赞福雷塔当时讲话的语气混乱且激动 当自己要求他具体描述袭击者的样貌时 赞福雷塔给出了让人震惊的回答 他们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类 上帝真的太丑陋了 几乎话音刚落 通讯突然就中断了 情况危急 托卡利诺立即联系了安保公司负责人 派出巡逻队前往现场查看 凌晨1点15分左右 巡逻队在里击的房屋前 发现了躺在地上一栋不动的赞福雷塔 幸运的是 他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巡逻队到达后不久 他就恢复了意识 人虽然没受到什么伤害 但巡逻队却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天夜里温度非常低 赞福雷塔在屋外没有任何遮挡的地上 躺了一个多小时 衣服竟然还是滚烫的 当然了 相比这件小事 显然赞福雷塔之前的遭遇 更令人感到不安 苏锦侯不久 赞福雷塔在同事的陪同下 向当地警卫部门 讲述了刚刚经历的一切 这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随即派出几名军警 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调查 在赞福雷塔描述的位置 军警们在结冰的草地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痕迹 它是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凹痕 直径于两米 有人说 它是赞福雷塔看到的 那个怪物留下的脚印 也有人说 它是不明飞行物起落架造成的压痕 总之没有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 在调查中 军警们也走访了附近居民 至少有52人表示 在赞福雷塔目击不明飞行物的同一时间 他们看到 以及房子的方向 出现了耀眼的强光 这证据有了 证人也有了 理论上来说 应该能够证明 赞福雷塔经历的真实性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随着事情的广泛传播 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他的遭遇 铺天盖地的嘲笑 谩骂 接踵而至 但这其中也有例外 比如一位叫做斯蒂法诺的记者就相信 赞福雷塔应该没有撒谎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 一个从事安保工作的人 怎么可能会故意编造一个 严重影响自己工作 甚至社会信誉的故事 于是他主动联系赞福雷塔 想要弄清楚事情背后的真相 而此时的赞福雷塔 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下 精神激进崩溃 他也迫切需要一个答案 1978年12月23日 赞福雷塔在斯蒂法诺的鼓励下 同意接受催眠 以查明12月6日那个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在心理治疗师 莫雷蒂的催眠下 赞福雷塔回忆起了 当晚发生的一切 他说他不仅看到了 来自另一颗星球的生物 还遭到了它们的绑架 这些外星生物将它带到了一个炙热明亮的地方 然后对它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和询问 赞福雷塔强调 这些生物并不会说一大利语 而是使用一种奇怪的发光装置 来翻译它们所说的内容 同时还说 它们来自一个叫做提顿的星球 此外 赞福雷塔还透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 这些外星生物似乎要跟人类讨论某些事情 并且很快会大规模地出现 很难以置信 但赞福雷塔的诡异经历并没有结束 1978年12月26日 也就是他接受催眠的三天后 晚上11点45分左右 安保公司无线电操作员 再次接到了赞福雷塔的求救 他说自己正行驶在巴尔加利隧道中 就在刚刚 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 现在无论他怎么刹车 车子都没法停下来 伴随这句话的 还有赞福雷塔紧张到急促的呼吸声 大约一分钟后 操作员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然后紧接着听到赞福雷塔颤抖地说 车已经停下来了 外面有亮光 我现在要出去看看 话音刚落便失去了联系 由于有之前的经历 再加上当晚还下着大雨 操作员将事情通报给负责人之后 负责人立即开始派人寻找赞福雷塔的踪迹 凌晨一点十分左右 人们在巴尔加利隧道外约两公里的路边 发现了赞福雷塔的车 然后又在不远处 发现了躺在草丛中的赞福雷塔 此时的赞福雷塔意识并不清静 在颤抖和哭泣的同时 嘴里还喃喃自语着 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离开 很快军警到达了现场 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虽然天气寒冷 还下着大雨 但赞福雷塔的车里却异常闷热 此外 车子旁边还遍布着一些巨大的靴印 长度约50厘米 宽度约20厘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明显异于常人的脚印 也是赞福雷塔外星人绑架事件中 最有趣的证据或者叫痕迹之一 在赞福雷塔身边 军警们找到了他的左轮手枪 已经开了五枪 但那时候 赞福雷塔根本想不起来 他究竟向什么地方 或向谁开了枪 由于涉及到不明原因的枪击 以及可能存在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当地警卫部门将所有事情 以及调查结果汇总之后 向意大利内政部和其他军事指挥部 报告了这一事件 并附上了他们对这一事件 可信度的评级极高 这第二次的遭遇 让赞福雷塔再次称为公众关注的目标 为了平息讨论 他所在的安保公司 邀请了精神学家詹尼奥蒂博士 对其进行检查 而检查结果是 赞福雷塔正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但他的神职完全清醒 毫无疑问 詹尼奥蒂的结论 增加了赞福雷塔遭遇的可信度 就在同一时间 赞福雷塔也答应了莫雷蒂的再次催眠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决定让电视台转播整个催眠过程 以证明他没有疯 在这次催眠中 赞福雷塔回忆起了 他被绑架着八光衣服 并戴上一种奇怪头盔的情景 另外他还提到 外星人用他的枪设计了某种东西 以测试人类武器的威力 据统计 大约有十万人观看了这场催眠 但这并没有减少质疑者 对赞福雷塔的谩骂和嘲讽 当然了 无论怎么骂 生活还是要继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件事件本该像其他事件一样 逐渐被人们淡忘 可就在这时 第三次绑架发生了 1979年7月30日晚上 赞福雷塔在热纳亚夸尔托住宅区 骑摩托车巡罗时突然失去了联系 两个多小时后 人们在五公里外的法斯山山顶 发现了昏迷的塔 诡异的是 通往法斯山山顶 只有一条路 但当地居民并没有看到 赞福雷塔从那里经过 换句话说 他好像凭空出现在了山顶 和之前一样 赞福雷塔再次要求 对自己进行催眠 而这次进行催眠的 是米兰心理研究所 马尔切桑教授 根据马尔切桑教授的说法 赞福雷塔在整个催眠过程中 表现出的状态 非常安静和稳定 因此他认为 赞福雷塔所经历的一切 可信度极高 然而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四个月后 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 但这次设计到的 不仅仅是赞福雷塔 1979年12月2日 赞福雷塔在圣南亚郊区失联 他的四名同事 在山区寻找他时 目击了一个白色的 不明飞行物 他们朝起设计之后 突然消失不见 然而遗憾的是 其中一位叫做扎纳尔迪的人 由于这次的惊吓 导致精神受创 在几个月之后 隐淡自尽 这次的失踪 同样不是终结 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赞福雷塔又陆续遭到了 三次绑架 最后一次发生在 1980年8月13日 在这后续的几次催眠中 他讲述了 进入飞船内部的经历 比如他看到了一些 巨大的透明圆主体 里面有些看起来像 巨星青蛙一样的尸体等等 此外他还提到 绑架他的外星人 送了他一个奇特的东西 一个透明圆球里有一个 旋幅旋转的金色四面体 他们没有告诉他这个球体的具体用途 但显然他很不寻常 因为任何其他使徒靠近球体 或球体所在区域的生物 都会被球体发出的电弧杀死 赞福雷塔说 他将这个球体放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而且每个月至少去那里两次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球体的存在从未被证实 赞福雷塔称曾尝试给他拍张照片 但冲洗出来的照片里 除了五个发光点之外 什么都没有 其实在搜集这起事件的资料时 关于这个球体的故事 是我最感兴趣的点之一 因为一些球体和不明飞行物之间 似乎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尤其是金属球 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贝斯球体 这个东西我之前讲过 这里就大体说一下 感兴趣的可以翻看之前的视频 就说呀 佛罗里达州的贝斯一家 在乔治堡岛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个金属球 这个球表现出了很多奇怪的特征 比如跟着音乐震动 会自行滚动 转弯和突然停止 以及发出高亢的声音 甚至表现出了 对危险行为的恐惧等等 但据我所知 好像没人说被磁球体 会像赞夫雷塔球体那样 发出电击 回归正题 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赞夫雷塔事件的真实性 究竟怎么样呢 虽然质疑的人非常多 但我个人觉得 真实性很高 首先赞夫雷塔的家庭并不富裕 事情发生时 他26岁 刚刚成为一名父亲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他几乎不可能故意编造一个 足以葬送自己职业生涯的故事 更别提连续编7次 而且他在每一次绑架事件发生之后 都进行了催眠 同时还进行了电视转播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如果他编造了自己的经历 恐怕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坦然面对专业的心理学家 以及电视镜头 另外 在第三次绑架事件发生后的训练中 马尔切桑教授 给他注射了流喷婆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真剂 在双重爆的加持下 不经历过长时间严格的脱米训练 没人能够说谎 这就是马尔切桑教授事后认为 赞福雷塔的经历 真是可信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 在几次寻找赞福雷塔的过程中 不止一个同事 经历或目击过奇异事件 甚至一个同事还因此死亡 再来看这份官方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到 确实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痕迹 天空中也出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 发光飞行物 而且赞福雷塔调查的房屋附近 也确实有奇怪的灯光 所以不论后面几次失踪是什么原因 至少1978年12月6日那天晚上 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 以及这份报告 我们有理由相信 赞福雷塔的遭遇是真实可信的 最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这起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感触 恐怕就是不可思议 但对于事件的主人公赞福雷塔来说 却是一生的梦魇 因为他不仅让他妻离子散 还让他遭受了几十年的嘲笑和骚扰 可以说毁掉了他的一生 但即便是这样 赞福雷塔仍然坚称他没有撒谎 就像他在采访中说 他自己之前从不相信外星人 直到他们出现 并将自己带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姐说远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